花莲市110年度第一次里长联系汇报29号举行 市长威嘉贤在会中报告了 目前市公所执行的各项公共工程事务 也请里长们可以配合宣导 携手发挥卫民服务精神 同时市长也指出 如果有需要改善或新增的建设 请各里里长可以赶快跟花莲市公所反映 市公所会尽全力来执行完成 花莲市110年度第一次里长联系汇报29号举行 市长威嘉贤首先感谢大家配合防疫工作 全力来落实防疫新生活 接下来针对花莲市目前进行的公共设施政策 市长也一一的和与会的里长们来说明 马上就要进到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汛期跟台风期 那一季节马上就要到 如果说清沟能够顺利完成 这些排水的部分工作肯定可以很顺畅 那再来就是台风季节到的时候 也要请我们所有的里长跟里干事务必要提高警觉 来做加强的宣导公共工程的部分 在新兴路的一个支信的部分 我们也谢谢所有里长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我们在3月26号来做相关的 跟银建署的部分来做相关的一个开工 那在农兵桥的公共工程的部分 也持续的在做相关的施工 接着还有很多市区的一个修复工程 也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做了大幅度的已经完成了 还有有机巧的一个护栏部分 过去可以看到有机巧的部分的护栏是比较老旧的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做完整的一个招标 那今年已经完工 其实看起来是美的美快 里长联系汇报首先是由各科室主管报告年度第一季工作业务 同时也把去年度办理里长建议案的承办结果以书面说明 会议中里长们也踊跃提出许多建言 希望工作可以加以重视 共同来做好为民服务工作 而市长威嘉贤最后也叮咛里长还有里干士们 工作繁忙之余更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每年定期健康检查一定要落实 唯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务和服务工作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